遇到时候,妖龙道门就是三千州最倒霉的势力,三千州各大势力林立,有当时的帝族,有曾经的皇族天人族,更有当时如日中天的先帝,这么多大势力中,最倒霉的应该就是妖龙道门了,妖龙道门的势力不可谓不当,天神竟压根算不上他们的大人物,妖龙道门和剑谷背后,都先到领域的人物,也就是当年偷袭昆蓬的四人之一,妖龙道门到底有多倒霉呢? 妖龙道门一直是负责看守最显一脉的势力之一,十号醉血崩云,恰好被妖龙道门的人盯上,十号轻松打败,三千州大战开始,妖龙道门的一部分人通过罪州进仙谷,又被十号打得全军覆没,更惨的是被十号一尊者尽,又灭魂阵灭了妖龙道门的天神,进了仙谷之后,十号达到神火境的第一站,就碰到了妖龙道门人,这位刚刚成神的初代,被十号轻松斩伤,做成了一顿烧烤,差点气死仙谷外妖龙道门 十号从仙谷出来之后,被各角围堵,不灭的生灵赶来帮忙,以近乎残忍的手段,生生手撕了妖龙道门的副门主,而后柳神一道灵神赶来,一只柳条就捎带着,收拾了妖龙道门的门主,妖龙道门的门主,妖龙道门的门主,副门主都没了,就这还没完,十号达到人道绝殿之后,带领八百子弟兵横扫三千州,仍然没放过妖龙道门,这一次十号都没有动手,让自己的弟子赤龙带人灭了妖龙道 仍仍一日十号就平定了压制醉血一脉的所有事,当然妖龙道门背后的残仙,也成了十号逆行发现的垫脚石,虽妖龙道门也真够倒霉的,遇见十号一次就要少一位重要人物,硬是被十号一点点的给灭了。